甘肃牧区京县神秘凶兽,村民牲畜离奇失踪,不到半年时间500多头牧牛惨遭毒手,事故现场不堪入目,究竟是猛兽袭击还是恶人作祟? 牛圈里,牧民老刘看着满地的尸骨头皮发麻,后背直冒冷汗,又一只小牛毒惨遭毒手,被当场肢解吃得只剩皮毛和骨头的满地的血迹惨不忍睹,再这么下去可就糟了。 几个月来,牧牛接连失踪被害,却连凶手的影子都没见到,麒莲山辽阔的草场养活了无数牲畜,牧民们全靠牛羊维持生计,几年前猛兽袭击的事还历历在目,难道他们又回来了吗? 眼看受害的村民越来越多,一夜过去老刘家养的牧牛又丢了两头,没有任何动静就神秘消失,老刘越想越觉得后怕,一头牧牛飙肥体壮,少说也有上百斤。 没过几天,又在山坡上发现了牧牛的残骸,骨头皮毛横七竖八堆在草地上,尸体四分五裂不堪入目。 恐怖的画面让人的忍不住作呕,老刘不敢再等,一路狂奔下山向村委会反应,村长一听不敢相信,觉得老刘是危言耸听,到了一看却被吓得连连后腿,很快察觉出不对。 立马打电话报了警,当地派出所接到报案后,火速赶往现场调查,经验丰富的民警看着眼前的惨剧,眉头紧皱,满地都是血肉模糊的尸骨,仔细一看上面全是牙印和齿痕。 能把几百斤的牧牛咬死,还肢解啃食的一干二净,彪悍凶猛,简直难以想象,疑问才知道,短短半年,竟然已经丢失上百头牧牛。 已经有六七十户牧民报案,他们能抓到幕后真凶吗? 甘肃牧区京县神秘凶兽,五百头牧牛惨遭毒手,事故现场不堪入目。 眼看报案的牧民越来越多,为了查明真相,其连山保护中心赶紧派专家上门调查,对草原上以放牧为生的牧民来说,牧牛就是养家糊口的宝贝,眼看一头接着一头莫名惨死,损失惨重。 恐怖的阴霾笼罩在草原上空,不少农户为了以防万一,把原本放养的牧牛全都关起来,一家人日夜不眠轮班看守。 最诡异的是,丢失了上百头牛,所有人却连凶兽的影子都没见过,专家赶到后,第一时间对惨死的牧牛尸骨展开调查。 可惜除了骨头和皮毛上的牙印,能证明是豺狼虎豹一类的猛兽袭击外,现场的脚印和其他痕迹早就被雨水冲刷干净,一时间调查陷入了僵局。 只能对受害的农户进行走访调查,就在这时,老刘的一句话引起了专家的注意,天一黑经常能听到一种奇怪的叫声,让牧牛焦躁不安。 一看有了新的突破口,专家赶紧行动,在牛圈四周装满红外摄像机。 不留任何死角,随着夜幕降临,忙活一天的牧牛纷纷进入梦想,众人在监视气前聚精会神,生怕错过一点线索。 突然,刚才还呼呼大睡的牧牛开始躁动,起身后眼神慌乱地看着四周,似乎受到了惊吓疯狂地朝中心靠拢。 肯定是受到了威胁,可等了整整一夜暗处的猛兽,似乎察觉到了什么,始终没有露面。 究竟是什么动物,赶朝脾气暴躁,身形彪悍的牧牛下手,还次次得逞呢? 眼看五百多头牧牛惨遭毒手,牧民们人心惶惶,惊心不举的抓捕计划又落了空,难道只能眼看着牧牛惨死吗? 调查组结合麒连山的物种分析,下山开荤的很有可能是雪豹、野狼和棕熊这三种猛兽。 可猜测一出很快就被否决,众所周知棕熊的习性是白天出没,而牧牛都是在夜间惨死,显然不太可能,野狼和雪豹更是多年没有现身。 通过走访调查发现,被袭击的大部分是体型较小的牧牛,尤其是的小牛犊更容易中招。 就在这时,麒连山下带到雪豹的消息突然传来,专家大吃一惊连忙赶道,屡次下山作恶的会是这头落网的雪豹吗? 动物专家经过对雪豹检查后发现,这头大家伙之所以露面,是因为腹部受到严重感染,无法进食,眼看身体虚弱命不久,以这才下山求救。 而且雪豹作为国家保护动物极其罕见,仅凭一只就能啃食掉上百头牧牛,简直是天方夜谭。 就在调查再次陷入僵局时,牧民老王惊恐的求救声突然传来,狼真的有狼,就守在他家的牛圈附近。 突然荷狼打了个照面,老王下的瑟瑟发抖。 为了验证猜想专家赶着一群羊上山故意放开后,拿望远镜悄悄一看果不其然,不远处的山头上四五头健壮的大家伙正悄悄靠近。 几年前的那群野狼竟然又回来了,作为保护动物打又不能打,只能告诫村民注意安全,然后派出专业的驱狼队,锁定野狼的位置后,用各种手段把他们赶到深处的山林里,派护林员按时巡查。 保护牧民的生命财产安全。